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铃的周三放送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身边令人感到讨厌的朋友 诶 是讨厌还是麻烦 麻烦 讨厌 麻烦讨厌是意思吗 讨厌是麻烦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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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样 你们身边往往都会有朋友做出那么一件 或者两件 或者三四五六件 让你感到特别小 的事情 如果你说 诶 为什么我身边没有认为特别的朋友呢 那么可能有三种情况 第一 你太过于包容你的朋友了 第二 你和你的朋友的交往时间还不够长 不够长 所以他们的尿性 还没有完全的暴露在你的眼前 第三 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那就是 你 没有 朋友 你 没有 没有 朋友 第一种 令人感到非常讨厌的朋友 叫做 特别敏感的朋友 又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 屁股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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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对你的一言一行都很敏感 在和你交谈的第一句话中 往往以 哇 作为开头 跟我一起 哇 哇 哇 你们两个一起去喝咖啡了 哦 我们刚吃午餐的时候碰到了 就顺便一起买一杯 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不仅一起吃午餐 还一起喝咖啡 我以为你不喜欢咖啡 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是亚洲人 所以我只喝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是亚洲人 别吵了 走 和我们一起 我们再去帮你买一杯 好不好 不用了 我不想去了 蛤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想喝咖啡吗 没有啊 我就是不想去了 为什么不去了 没什么 因为我已经买过了 第二种呢 叫做 评价型 它会对你做出了所有的事情 做出评价 所有的事情 你出外国啊 你出外国啊 你就出外国啊 你出外国啊 太素了 诶 这件怎么样 太艳了 那这个呢 胸太小 我们可以称之为鸽子家 鸽子家 鸽子家 我看那群鸽子飞鸽 这种朋友呢 他总是很想和你做一件事情 并且你们已经计划好 但是 但是 他总是会有 但是 我吞气不了了 一起啦 等会儿要不要一起去鱼家 鱼家 好啊 我准备一下啊 诶 我准备好了 走吧 哦 我那个 我突然有点事儿 我去不了了 哦 我 我家里面 我家里面有点事儿 我那个 那个 我最近 最近牙疼 最近牙疼 所以我等一下 我去一下那个医院 你自己去吧 去不了了 第四种 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 摄影家 或者又叫做网 po狂人 每天 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都拍照记录下来 并且 po到网络上去 碰一圈 微博 诶 中国还用什么社交软件 你们还用什么社交软件 碰一圈 微博 还有什么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感觉自己的生活 失去了存在感 我还不在这个世界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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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并不是让大家把自己身边 令人讨厌的朋友对好入座 我其实是相反的想法 因为在我做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自己 也做这些令人很讨厌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忘记回头看看自己 如果一个朋友 他的某一件事情 让你感到很厌烦 那么实际情况 有可能是你 也做了某一件 让他感到很厌烦的事情 因为完美的朋友是不存在的 我们自己也不是别人的完美朋友 为了维系友情 我们有时候必须学会去 包容他们的缺点 因为没有朋友是 你怎么知道 听起来好像你有朋友似的 我有朋友 因为我在和一个想象出来的人说话 并不代表我没有朋友 我不是你的想象 你还是不懂吗 懂什么 我问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厌烦 你是不是觉得我非常厌烦 是 你非常厌烦 对啊 就是你为什么给我起 你叫那个厌烦的英明呢 我没有那样称呼你啊 这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称号 对 你没有给我起 我给我自己起的 因为我就是你 因为我一直在厌烦我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一文德处理 我叫做大白 你们喜欢令人讨厌的朋友第一蛋吗 如果喜欢 别忘了评论 转发 就让我们才有功力去做第二蛋啦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